好看好吃 甘甜爽口 广西东城迎来柿子大丰收 口感丰富 浑身是饱 今年的柿子价格要比往年高 哪种柿子最甜 柿子脱色有何妙招 看传承上千年的柿饼如何制作 吃柿饼到底有啥好处 柿饼上的白霜究竟能不能吃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宫城瑶族自治县 这里被称为中国月市之乡 每年9月15号 在宫城就进入了当地柿子的收获时期 而这个时间最长可以长到4到5个月的时间 据当地专业部门统计 在去年2020年 宫城全县的柿子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1万亩 产量达到了63万吨 柿子产业已经成为了 宫城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那么今年宫城柿子的价格如何 产量能有多少呢 请看我们接下来的调查 宫城瑶族自治县 位于广西东北部 桂连市东南部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造就了特殊的土壤条件 为宫城跃尸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红岩村位于宫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 是当地著名的柿子产区 近年来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集吃住玩农耕体验 商务观光为一体的生态特色旅游村 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 当地的瑶族群众正在歌在舞 庆祝今年的世子大丰收 我们这里主要是以这个世子为主 然后今年的丰收特别好 收获特别好 然后我们呢就是 跳这个舞呢也就是 表达这个心情吧 表达喜悦的心情 对对对 宫城莲花镇是全国月市产量最大的乡镇 占全国月市总产量的13.8% 您觉得咱们家的柿子好吃吗 尝过没有 好吃刚刚尝了 尝了柿子片还有柿饼 这次有没有计划带一些回去 有啊 冬天的柿子好甜 每次来都带点吧 都带一点 夏志广是莲花镇莲花厕的村民 记者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自家的柿子园里采摘柿子 夏志广介绍说 今年这个价格是近十几年来最高的 柿子种植成本 摊到美金的话是两脚钱 按照今年的卖价 美金柿子差不多就有一元钱的利润 也就是说 他家这五亩地 今年的纯利润能达到五万元 到我这个年纪 一个人可以赚五万块 就是轻轻松松 一年 虽然摘一百贴果子 下飞啊 我有半年可以玩的 辛苦半年 休养半年 这半年的量特别大 这半年非常 腰都吃不起 虽然每天都要从早忙到晚 但是和去年的价格相比 今年这五亩地 可以多挣两万多元钱 一想到这里 夏志广的心理 还是美滋滋的 忙活了一上午 夏志广摘了四筐柿子 他先要把这些柿子 送到附近的收购点去卖 记者决定 跟老夏一起去看看 今天就卖这三框 进场情况我就卖四框的 今天因为 今天收的少了 这基本都是自住形式了 太熟了是吧 没有太熟了 这个称头两百斤的称头 这个五十斤 这就两百五了 这两百五 然后这有十四 十四 今天等于卖了三框 然后是市场价格是一块一 总共是二百六十四斤 还要减去这个框的毛重 二百四十斤 今天就挣了 今天上半天 上半天 半天功夫 半天功夫 两百六十四 两百六十四块钱 然后你下午还得在债 对 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这个价格好了 其实我们现在挣着钱 我们心里也是很高兴 对对对 价钱贵的 这一股很兴奋的 很兴奋 对啊 天天能看见现钱 对对对 嘉惠镇也是工程当地的一个主要柿子产区 四安村村民王永祥这段时间也主要忙着摘柿子 他告诉记者 因为嘉惠这边风比较大 柿子的果形不如莲花镇那边的漂亮 所以这边的柿子很少出售鲜果 都是做成柿饼对外销售 我们家水分少 我问的柿饼好 水分少 水分少 糖分足 水分少 糖分足 这个口感好 人家好 那柿山地区那种果 它要四段左右才塞一段柿饼 我们的三段就可以塞一段柿饼 就是三比一的这个柿饼 三斤柿饼 三斤柿子能出一斤柿饼 对 这边的柿饼是我们的主要产品的 王永祥地里的柿子树都是自己亲手种下的 基本上都有三十多年的树林了 他告诉记者 如果管理得好的话 每亩地柿子最高产量可以达到一万五千斤 按照三比一的比例 每亩地最高可以出五千斤柿饼 那么柿子做成柿饼后价格怎么样呢 王永祥家里人口比较多 一共种了二十亩的柿子 最近进入了收获季 他和妻子每天到地里摘过 其他人就在家里加工柿饼 一天最多的时候要摘两千斤柿子 这个摘的时候应该怎么摘啊 这样一样的翻过去 翻一下 哦 翻一下 就这么 哦 不像这样 这样 这样翻过来 哦 跟他那个方向翻一下 翻一下就这么 那我抓这块是这样 不能按一下 是这么转一下 哦 对 因为要做成柿饼 所以采摘的时候 要挑硬度比较大的柿子 而像这种红透了的柿子 因为成熟度比较高 就不能做柿饼了 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所以就不摘了 王永祥说 这种成熟的柿子 已经没有了色感 可以直接吃 可以直接吃 可以吃 可以吃但是不能外山价格 它不影韵需 它运需不了 这要是不影响您的叔叔 我现场尝尝可不可以 尝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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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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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一下这个 嗯 太甜了 太甜了 轻轻一吸 轻轻一吸 这个果肉 整个就吸 然后 就是 猛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下子 这整个的这个甜度 充斥了整个头 太甜了 装了满满一车柿子 记者决定 跟着王永祥 去他家里 看看饰饼是怎么制作的 这个地方 这是咱们家了 对对对 这一大片 我看这全是都在 那都是基本上 设好了 这个刚 晾晒三天的 哦 这是晾晒三天的 三天左右 我看您这个 好像跟 跟我们的采摘都不一样 这个就去皮了 去皮了 这个晒这个要去皮 去皮已经三天了 要晒多长时间呢 这种好天气 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像这样的好天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可以了 那一个礼拜 有的就可能时间长一点 天气不好 要二十天 水分也要排出去 去射它是逐段转化 它现在是射的 现在是射的 它远化以后 它就不射了 远化以后就不射了 远化了 我们知道的 这是柿饼 它没有那个色的 那种口感 对对对 王永祥的院子中央 摆放的就是 当地人自创的削皮机 专门用来给柿子去皮 经过数代人的研究 如今这个机器 已经升级成为了电动的 跟以前纯人工削皮的方法相比 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您这脚在这踩的 这是开关 电动的 这生理了 把这个柿子夹在这 它怎么夹上呢 您这个右脚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开关 两个开关 把它给夹住了 这个脚踩的给供电 这是电动的 对对 然后呢 然后这样 哦 这么久 这是刮刀 我们看看这刮刀 这是咱们设计的一个刀 就往上一推 然后就自己 自己做 这样过来 这个很省力啊 差不多几秒钟就一个 六秒 削好皮的柿子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 经过最长二十天的亮晒 橙色的柿子就会变成红色的柿饼 这个柿子晒足十来天 嗯 就变这个了 嗯 对对对 变身前 嗯 变身后 蒋祖春在莲花镇经营柿子收购生意已经十多年了 他每天都会到镇上自发形成的柿子交易市场转一转 看到品质比较好的柿子 他就会出手 蒋祖春介绍说 这里的柿子按照成熟度会分为翠柿和红柿两个档次 价格上也有差异 这个是专门他挑来专门他翠柿的 嗯 这个个头有三两五以上 没有那个规格 翠柿子轻一点 啊 要颜色淡一点 颜色淡一点 对对对 就是说在摘的时候就要挑 对对对 每天一大早周围四里八乡的柿农 就会把当天采摘的新鲜柿子送到这里 供收购商挑选 中午会迎来这里的第一波收购热潮 卖完柿子 市农会马上赶回地里继续采摘 这样还能赶上晚上的另一波交易 很快 蒋祖春就发现了中意的货 他看上了一个市农车上的翠柿 双方开始讨价还价 您给他开价多少 对开票 他交一块一毛 我给一块一给他 他越卖了我就开票 这个价格您觉得行吗 还可以吗 还可以 在路口 蒋祖春又发现了卖象更好的狮子 双方一翻讨价还价之后 确定以美金1.4元的价格重销 我看这个收购价就比较高了 这个属于今天是属于高价了 最好的过 对对对 过完秤之后 两位市农很快拿到了今天上午的第一笔收入 记者注意到 江祖春正在把一个仓库里的柿子往外搬 仓库旁边还有几个大气泵 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刚收回来的柿子是色的嘛 做吹翅用来脱色用的 脱色 对对 就是我们平常吃柿子会觉得它有色感 对对对 要在这个里边把它那个色位去掉 对对对 什么气 这个二氧化碳 过程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这个是目前是30多个小时 对 30多个小时 对对对 然后它就这个柿子就没有那个 吃的时候没有色的那个口感了 对对对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快的一个办法 对对对 而且应该是打的是二氧化碳 那应该对人体是无害的 没没没没害 脱色完毕的柿子 蒋祖春会按照柿子的大小进行分级包装 越往全国市场 那么在工程平均每斤1.3元收购价的翠柿 到消费者手里会是什么价格呢 经过上车啊 还有物流物流费用啊 大概成本是7毛钱左右 中间要加7毛钱 对对对 基本上到了那儿的话就得2块23了 对对对 在超市里面卖四五块 蒋祖春告诉记者 他做柿子生意十多年了 今年的价格是最高的 那么今年价格为什么会上涨这么多 蒋祖春有着自己的看法 上涨的原因大概有几种 就是柑橘啊 柑橘它价钱好那一年 这个柿子 因为这个柿子跟苹果啊梨啊 它是属于大众水果 它基本上这个果子跟那种水果是一样的 它们价格基本绑在一起 对对对 涨了都涨 对对 跌了都跌 对对对 那今年就等于其他水果的价格也都不变涨了 对对对 涨势的原因是什么 涨势原因一个是东南亚的水果 尽量少一点今天 疫情人 还有那个柑橘减产 柑橘减产 对对对 接下来 记者到了工程县城 一个当地最大的收购饰饼的市场 这里每天都会有几百位市农 拉着自家做好的饰饼到这里交易 一天的交易量在70万斤左右 下午两点半是这家市场开乘的时间 已经在上午达成交易意向的市农 争先捧后的把自家的饰饼 拉到收购商制定的货车前过重交易 整个市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陈龙是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经纪人 他会按照外地客商的订单 在这家市场里选好货 进行简单的分类加工再发货 中大饼就是四块多到五块 小一点都是三块七八四块 三块七八四块 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的成交价格 对对对 这两年行情挺好的 那您觉得这个行情好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的话现在这市饼 现在口感散来了 它就是说这吃味品味挺好的 所以说消费者认可的话就比较好 在陈龙的车前 已经堆满了今天收购的市饼 他说今天已经收了差不多两万节 这些市饼还要在它的基地进一步晾干 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这市饼比较好的口感 可以尝一下是吧 可以尝一下 尝一下 这这个可以吃 这个什么 挺好的这个 我吃的是感觉是甜的 然后不色一打色味都没有 没有没有色的 特别甜 对对 感觉好像比在吃那个碎是还甜 对对 这个产品比较足嘛 除了传统的销售模式之外 这几年在工程电商销售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好 在红岩村 记者遇到的两位主播正在果园里做现场直播 这两位主播告诉记者 他们都是工程本地人 做直播带货已经两年了 每天直播的时长能达到三到六个小时 这段时间卖出去的柿子和柿饼 平均算下来每天有两万节 一说起家乡的柿子 他们都是由衷的高兴 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我们工程的这一个柿饼 我觉得就是说不说怎么样嘛 就是说咱们给家乡吧 多多少少能够出一点点力吧 感觉就是心里面也非常的高兴啊 于运中是工程电子商务协会的理事 他告诉记者 这些年电商销售在工程发展特别迅猛 根据他们的统计 今年的柿子仅电商这一部分的销售额 就达到了1.5亿元 这个群种销售的 如果我们跟那个电商这个比例啊 原来都是30% 现在低着到40%到50% 比本来电商这块销售的一半再一半了 龙毅春在工程一直从事的是 柿子的农业技术研究和苗木新品种推广工作 他说柿子在我国的种植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 目前已知的柿子品种有1000多种 而在工程 岳氏这个品种是种植面积最大最广的 除了岳氏之外 当地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品种可以分为三个大类 一个是瑟氏啊传统的瑟氏 瑟氏啊 就意思是有那种比较色的口感 有口感啊对 啊叫瑟氏啊 这是第一类 这是第一类啊 第二类的话就是田氏 田氏啊 所谓田氏啊顾名思义就是在树上直接去色啊 我们摘一下就可以吃的啊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原生的野氏 野氏啊对 就是不是我们的大面积种植的品种 是野生的 野生的 这种的产量就会很小 很小 记者采访的这些田 看的大多是月氏 对这种树上直接去色 摘下来就可以吃的甜食 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那它的口感是怎么样的呢 太久田氏啊 它的口感啊就是很有特色 既有梨的水分 梨的水分 也有苹果的脆性 苹果的酥脆 也有哈蜜瓜的香甜味 哈蜜瓜的香甜味 对 等于综合了好几种水果的那种感觉 是的啊 应该说这一个它的口感是天花板级别 它的价格也不费 那像这样的已经能拿到多少钱 这个水果的话在江泽户地区啊 它的零售价格应该是在30块钱以上 这个是好甜啊 对 记者现场做了一个测试 苹果的甜度经过测糖仪显示是13 而这个甜食的甜度测试下来是18.4 龙一春告诉记者 因为这个甜食已经过了输货季 目前测试的是经过冷库保存的 如果是现摘的 甜度可以达到20左右 可以跟荔枝的甜度媲美了 联营旭是工程乐式制作飞移文化传承人 经常会来到柿子产区给外地游客展示柿饼的制作环节 他告诉记者 在当地柿饼的制作依然采取的是最传统的工艺 分为去蒂 削皮 晾晒 整形 销售五大步骤 双酱厚 柿子红 这个时候制作柿饼的话 它的糖度 成熟度都已经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口味和风味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家家夫妇就刨皮下柿子 柿饼的这个保存时间大概能到多久 有这种冰箱啊 正常的话存放大半年的时间是完全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那这个脆果 脆饰的话它的时间相对的要短一点 脆饰的话因为它像苹果和梨一样 其实也是建议大家把它买回去了之后 尽快使用保证那个生鲜那个口感的一个程度 但是正常放个十天半个月也是没问题 做饰饼第一步就是把鲜果的果地剪掉 然后用当地特有的工具去皮 这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想要亲手体验一番 你体验过这个吗 没有 觉得好玩吗 好玩啊 很有兴趣是吧 喜欢 再来一个吧 可以 林盈旭告诉记者 制作饰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整形 而当地饰饼之所以被叫做粤饰 也是因此而来的 它因为那个果肉的话 在中间的话它就很难晾晒 所以要把它捏松散掉给它向两边扩 给它中间中间薄周围厚 然后人家吃的时候这样子一拿起来一吃过去 就是满满的一个甜蜜的滋味了 这个很软糯香甜的那个感觉就得以呈现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成品了 我捏着这样就是一个成品了 我说我们这一些粤饰 为什么取那么优雅的一个名字呢 因为它当那个果糖进行一个分泌了之后 果形圆润 形如一轮明月 它所以因此得名粤饰 很多消费者购买的饰饼上有一层白霜 会误以为是一层防腐剂 其实不染 那这层白霜能不能食用呢 其实那个糖分的白色的成分主要为 果糖葡萄糖为主要的成分 这是一层糖霜 对对糖霜 医学方面的专家把这些糖分进行了一个分析 因为柿子它是一个有一些粮性的 它类似于我们日常的西瓜霜 如果是在我们的口腔或者咽喉有伤火的情况下 这个柿子用来泡水 或者拿这个柿子慢慢的进行举嚼 使用的话都能够对这个咽喉有一定的帮助和缓解 还可以治咽喉的感觉 对对对 一时一药 一时一药的一个效果 现在柿子产业已经成为工程县 瑶族村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 当地政府相继出台帮扶政策 建造冷库和加工厂 帮助村民们完善产业链 提高产品附加值 柿子酒 柿子醋 柿子干等新加工产品不断涌现 现在有湿片 还有湿片湿条 那么现在我们又研发了几个新的 有冻干这些产品 然后到最后有一些边角还有红的柿子 我们就拿来做醋 做柿子醋 柿子果醋是通过我们对柿子进行一个发酵处理 以及特定的一个机翼加工做出来的 柿子果汁它这个口味很甘甜 我们生产的时候是保留了很好的工程越式 这么一个甘甜的一个口感 以此来专门打造工程越式这么一个地标的一款产品 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发布2021年高点商品包装监督抽查结果 其中标称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生产的 Mable Smart榴莲冰皮月饼包装控制率不合格 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发布2021年乳制品商品包装监督抽查结果 其中标称比雷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生产的 卡布瑞克素融全脂羊奶粉包装控制率不合格 Mable Smart榴莲冰皮月饼包装控制率不合格